网友们 我叫张家鲁 今年78年 我失明举报 汤山市公安挑衅之辈 亚难不决 错难不咎 十七年来 我儿子张晏来 交通 事故死亡已难 至今没有得到 公兵总政的处理 河北省第二军事组 和政法第五指导组 前后一2021年1月5月 两次对本案进行独办 但汤山交警局队 故意解决 我无数次去北京世界庄 进行训防 但至今 汤山市公安局 交警局队一手折迁 错难不咎凭证 损失不咎抬抗 断错交警不咎验诚 甚至 赠罪交警 可是我还说 你去告个 我会记得不咎时候 我去不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